我繼續下去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為何要借 你如何構成重心段呢 你可以第一點 首先,我們想要明顯 為何我們想要用這個文章 句號 接著是否抄述 首先,我們想要明顯 第二點 我們需要檢查 讓它安全 在爹地,我和孫哥那裡 他們需要檢查 是否安全 會發生甚麼事 會跟進 如果它受損或是爛了 在任何形式 用了過去式的意思 就是假設的 假設的情況 它不是真的想有這件事的意思 因為它還未借給你的 我們也會關心 它的運輸者的經驗 價錢 以及運輸者的經驗 所以你看到 你應該有分兩點去寫 為何你要借 借那件事 找不到 但你可以照寫 你找不到一個項目 但你可以照寫 I will talk about the reason of borrowing the plow in particular 如果你想不到 你便求他寫 because the plow is very special 句號 因為你會拿語文分 你會拿同織分 對不對 所以你要照寫下去 不僅是第二年 四個項目 答案就是 為什麼呢 因為是聽出來的 接著就是 我們要檢查 它是否安全 在那裡 即是有什麼安全措施 We need to check the plow will be safe during this time 所以一定要有安全措施 以及有什麼保險的安排 接著就要從這個項目 第1個 Under critical plow 會 under glass cover 會用一個玻璃 裝著它 第2點就是 staff will be trained to handle the plow 這就是兩點 合在一起 那個員工會備受訓練 會處理那個plow 那個剪品 第3點就是 insule insule 就是保險 insule 記得我們昨天那個 Malika Makela Bank 有很多保險 等等 動詞 會有保險的 當運輸和展覽 Display 我們知道BV文廣告 Display Exhibition 分別 一個電影 還不知道哪一部 那你見到 你的keyboard 你要中的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又是這個 第二 I want to talk about 這個 這個就很難轉 可以接不住 好嗎 哦 We will check that We will check that We will make sure that 這就比較好一點了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plow will be safe during its time here in our museum 將那裡變成呢 during its time here in our museum and what it would happen if it was damaged or broken in anywhere 那你便說 其實這兩點來的 那你們分開四點更好一點 行不行 怎樣把這個 轉成你的重心 接著四個point 多個說話 point找不到 照射 那就三點就這裏了 好 再下去 所以下去下一點呢 就是 We are concerned that is transportation of the course experience to move us 是嗎 在這裏了 transporting the plow 你就可以用那個 然後就可以翻路你了 We know that you are also concerned 我們知道 We know that you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its transportation 那我就回應它了 the course 價錢 它就說 它就說 We transport it to to and from museum fee of charge 或者cost would be paid by museum 價錢 那裏呢 就是 博物館會付錢的 就是你現在的公司會付錢 就是你現在的公司會付錢 movers will be professional 那裏呢 搬運者 會是專業的 或者是實行訓練的 你写的就是 DM is Eve 今天要讨好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没问题了 如果你要捉回一个主持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about 他的 letter 那里有封信 他的封信是例的 About 照猜就行 接着 李波斯说 你回信给他关于借这件 I am writing to I am writing to I am writing to to borrow 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图书馆借的 I am writing to borrow 这个就可以了 那就最稳定了 接着 接着他说 你有很多问题 We know that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I will answer all your questions in your last email 那就可以了 今天可以分一段 下面 因为你分到段 就有独绩分 对不对 你信来的 全部都是分段 你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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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有的 他在这里 他改了的 加通就说 他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地方 是staff 会被训练的 加通就说 他写了一句 就是security guard 会被训练的 是没有分的 因为 为什么呢 他里面 他有澄清过的 就不单止 我记得是不单止 security guard 还有其他员工都会出的 所以你只能拿到一句 你没用到另一句 接着 If it is broken cost for a delivery and returned to item will be paid by our museum 这段其实有的 这分你有 这分 这分你有 一分 一分换三分 insurance will pay for the damage during the transportation display 这个也会有 这分 ok 这分也有 有 2分 2分 ok 就是这样 你要拿到2个点 那你有机会拿到 你的content有2分 你的content有2分 你的language起码有1分 那你 假设你分了一段的话 你应该也有1分 他也有5分 哦 哦 十分啊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你的mr.u 你知道 你寻找一个客人 也对 是吧 那你寻找一个公司的名字 5分 5分 Os staffing 4分 5分 8分 其实 influencing 4分 15分 如果你用B2下去看,這樣就低分 但你化作B1的話,是高分的 因為你不要小看她 因為她的題目很適合 她說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她後面有下文 其實你想想,她還需不需要回應你 她要回應你,她要答應你 答應你才答應借不借給你 如果你可以問你 那你..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可以導致ения關在我 好嗎? 可以幫我 我好看你答應 好看你答應 你再抽吧 這裏有在抄 而且它的格式也有給你抄 所以就 拍照 這個意思就是 要問他 要問他 因為他說 你拍照 你問他 還有你問他 可不可以用在圖書館的圖片上 你看看這個 在波斯風訊裡面有說的 有 It would be also great if we could 這個很隱悔 通常B1 請問他們可不可以拍照 在B1這個說話 他就要問 Please ask her if we can take photos 但部分B 他就不太明顯 他就說 如果我們可以拍照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做 就非常之好 你波斯可不肯定我們可以拍照 他不肯定 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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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定是甚麼意思 因爲那個人不是來的 你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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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字眼就照轉 其實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we could photograph 你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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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這個就是照叉 就可以了 咦?好像有寫轉 好像轉了 有多一分 但好像沒問 但你不是一個問 你不是一個問 你問他 We want to take a photo of here in our new 剛才 你也沒有說是甚麼 這是甚麼 GOLD 借那個 GOLD 你見不見 他陰你 你照抄 你看他照抄 但他前文 又沒有提過 這個展品 這個GOLD 他都不知道像甚麼 即是我們喜歡 變成這個 沒錯 因為你借這個東西 YUNG YETEP 是 是 是 你 你都沒有走去 喝茶這句 你都沒有說過任何事 呵 所以 所以B2 你是要明白那個情景 的 就是以前那些 新生日代 超大 是舊的 它好像有圖畫 是嗎 有 有嗎 好像有一個 但我看不明白 這些 好像有 即是牛 即是牛 有 但我看不明白 是甚麼意思 我實在看不明白 但你要知道 借東西 是嗎 借物件 借物件 沒錯 OK 因為 我也說 他把圖畫給你 因為 裡面有一個 低頻 低頻的詞 超大 所以 這個題目 就是 Permission 就要准許 咦 出現了 Permission Permission 所以 你是要有一個 問別人 授權給你的意思 這句 隱晦一點 好了 I want to put a photo of it on our new museum poster 這個是原因 為甚麼要拍照 因為 我們想 把照片放在那個 那裡 所以這兩分 就直接 但是 語言 我叔叔說 最重要 清楚 你波士風術 不要去看其他 東西 越多越亂 我還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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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沒有問題 即說這個就可以 有 那這些分 就是這些分 我們看看 那些分 叫做 不 這個那麼快 你波士有沒有 叫你看哪些文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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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Email 看他的Email 跟著 然後 你看這裏 那個文章 這個文章 這個文章 真的看 這個文章 那這裏 那個 你見到 Dr.Jet Jones 即是沒有關係 對不對 這個也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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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有個三谷 沒有 就是有個圖 那個文章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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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都會相信下面 哦 那件 相信下面 還有隔壁 好 Page 5 看看 有一個 哦 Borrowing 是不是 keyword 這個 我明顯 keyword就來了 好了 Staff menu 是什麼意思呢 員工 員工手冊 Menu這個意思是手冊 員工手冊 所以很多東西都要轉 這裏 對 這裏是內部文件 我看一下 好了 Display Valuable Borrowed Item Display是解釋 展示 Valuable 值得 這個E變成A Valuable 借回來的產品 借回來的項目Items 都必須被剪欖 用一個 蓋住它 用某些東西蓋住它 是會保護那個 照光 照光 破壞到它 對 保護 以免 以免 以免受到破壞 這樣 這樣 可能會被 遊客 觸碰到它 OK 第一件事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你老闆 那封信 那封信 那封信就是 你告訴他 在那裏是否安全 We need to check that It's safe 所以這句 其實這句有用 蓋住它 但是它沒有 some kind of cover 某樣東西 蓋住它 它沒有說到什麼 但是 圈彈是什麼 圈彈就是 要有glass 就是說 這一點你拿不到分 你要combine 另一點才有分 好了 放下去 Movers with no experience who are not trained to handle who must not be hired 他這個說話是什麼 他說 沒有經驗的搬運者 或者沒有受過訓練的人 是不應該被聘請的 上面那個好像 答案好像不在這裏 我知道 上面那個還沒有 他這裏 因為我看看其他 我才能說 B2 我這裏 他說 沒有經驗的人 就不會被聘請 但是 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Mover will be trained or the professional 或者會有經驗 為什麼 他要你這樣轉 你想想 是不是 你這樣抄的話 其實他不期望你 不期望你 抄成據 對不對 你員工搜查 沒有經驗 不請 那你寫給別人 寫給別人 那時候是什麼 我們會請有經驗 我兒子 都沒有 沒有 你這麼快 喂 好 我們要留意這些 好嗎 Course for delivery and return on item will be paid by by the museum 那這句 全部可以抄 OK 價錢怎樣 價錢和運送全部都是我們給這個購買的 為什麼這句沒用呢 為什麼這句沒用 不是借的 好像沒說過什麼 他說這句是不會被剪攬的 那些物品就是項目是一些特別的借回來 洞其實是借的意思 都算借 特別借回來的 還有那些是不會被剪攬的 就會儲存在那個 不會被剪攬的 就會被儲存在一個很大的疑心 那現在我們要借回來剪攬 這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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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了 保險 OK 保險 所有借回來的產品都會有保險 在什麼之前呢 這個priority就是優先權 priority就是優先權 prior to就是優先 這個優先 這個境目在什麼之前呢 在那個叫做決定了 finalization 決定了運輸的安排 決定運輸安排之前呢 就要幫他買保險 因为你运输了之后就开始要什么呢 你在运输的决定之前就要买保险 因为运输一换就立刻越来越多 所以你不可以运输完之后才买保险 运输之前是priority 所以我就说高贫旅单字 你学得越多你的例子就越来越轻松 因为你资源越多 你锁住那个字的资源就越多 insurance repeat 而且你也一定要用这两个字 你不停地用一个模式 那你违望的就不够你 这个你可以 这个据折折的问题也不太大 但是这一点就可以据折 OK 据折没问题 insurance是保险 保险就等于万一据损坏 你会据折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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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剪品呢 会据折到的 就是当时的保安 就是你要据折到的 因为现在B2 正在考虑你一些真实的情境 公独情境 所以你要多做B2 你就会对你的要求更加清楚 那有点就明天可以折 有点就不可以直接折 接着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staff的meetings 以后你不用急着急着看就可以了 miscount 你老是你老实 You try to obtain permission to borrow Borrow 是不是 这里是明显的字眼 但是第一句即是来 所以你一定要看第一段 如果你标题图 你一定要看清楚 不用急着 Borrow keyword 所实 I would like to reply email reply email about the loan loan就是借的意思 付穿loan 那当然有人借钱 议带的急着 he ask for suggestions we ask for suggestions how to assure地 reassure the giy的个叫做 令你安心 to help make sure that you feel OK reassure the lander 好 reassure shell DDRIC Jones remind that Miscount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a glass cover will be placed on the plough 就是这句 刚才我们的资料拿不完 some kind of cover 刚才我们说some kind of cover 现在就要把这个 原来决定是glass cover 而且今次知道是个plough 所以B2就是这样 好像第二个没什么用 第二个没什么用 他建议那个 他说 他建议 Italian 这句 to station 停留在那里 好吗 守住那个plough Ida da may persuade the lenders Mai 什么意思呢 那为什么不用味呢 是的 因为Mai 的意思就是 不是那么肯定 好 下一句 Miscao agreed that the glass cover had to be used 他赞成 他提议 他提议 然后他赞成 好 第二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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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